在外秋月、贵若期、薛云丽等人离开后,中国女排遇到了技战术层面巨大的难题,的确如朱婷所说,相比于李约一周期的时候,中国女排问题更多了。 这只中国女排,还有潜力吗?到了这个关键时候,我们很难说能够期待李莹姨、胡宁月、姚韩玉等小将横空出世又拟天的表现,毕竟即便是小将们有心杀敌,郎婷也不敢为以重任,此时此刻,经验才是最重要的。 不过我们依然要说,中国女排目前遇到的难题,不是在于年轻球员没有跟上,同样在于某些奥运冠军状态的下滑。 事实上最明显的就是林莉,作为李约奥运会的最佳自由人,祝林莉在2015赛季,成为中国女排主力以来,明显改善了中国女排一直存在的遗传问题。 不过近一年来,林莉的状态明显下滑,导致中国女排在本测试锦赛一传层面问题极体暴露,数据不会说谎,中国女排虽然来往,发球与防守都不算出众,但要说拖后退有些夸张了,毕竟中国女排还有有几位球员,在这几项技术特别上,能够与强敌一伯,唯独就是一传,由于王梦杰是一位以防守建长的自由人。 导致中国女排目前遗传似乎人人不靠谱,数据统计证明,朱婷一百分之二十点,已有的遗传效率,在月第三十一位,是对内最好的,当朱婷的遗传是对内最好的时候,中国女排的问题就出现了,中国女排需要有人来缓解朱婷的遗传压力,这个人或许还得,是林莉,出场时间明显不够的林莉遗传效率, 实际上是百分之三十一,但因为数量太少直接被统计忽略了,不过中国女排目前对内的情况来看,只有林莉或许才能拯救中国女排的遗传,如何再度激活林莉,是郎平目前最大的难骑,唤醒林莉,让她重新回到主因位置,帮助中国女排,打建最强大的遗传体系, 中国女排或许才有望找到最好的自己